一起给小狗做饭吧 哈喽大家 今日食堂供应 一比利亚黑猪蛇两条 小猫切片小狗切块 小猫小狗分一下 小猫们今天有额外加餐 所以肉肉给少一点 今天的第二道菜 鹅蒸 鹅蒸虽然看起来小 但是很有韧性 很适合小猫结牙 这两天吃的都是小包装的肉 所以就解冻得快一点 如果是大包装的肉 拿出来的那一次 我就要给它分装 所以就不能全解冻 我们家是可以吃没花冻的肉的 但也不会为了拍视频 一定要让它很直信 刚刚给它吃那一坨 是因为它之前不吃鹅蒸 今天的大菜是菠菜鸡蛋卷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是很久没吃熟鸡蛋了 好吃 真会做饭 今天的蔬菜是芹菜加一米米苦菊 可以生吃可以生吃 为什么可以生吃 我再次给你们讲一遍 现在我要做饭等一下 今天直接炫两罐奶酪 前天我说住了蛋很馋 但是喝汤去了 没给它们吃 勾勾自己吃一个 就不怕跟小猫分 我今天吃虾和鱿鱼咯 给小猫留了一点 都是只超过水的 那个鱿鱼看起来明明小 但是不是扁脚料哈 也没有这么小气 就是那个鱿鱼老板 今天切的比较小 此时这个片段真的很没有必要 但是我想给你们展示 我是全世界最会播虾的人 今日食堂水果 牛油果 现在我有空了 我来给你们讲一下 草酸是什么 草酸是大部分蔬菜水果中 都含有的一种天然物质 如果真的要完全避免草酸的话 那几乎每种蔬菜水果 你都要焯水 草酸不会导致结石 结石的最常见原因 还是尿液囤积 浓缩产生结石晶体 你有听过小狗 因为吃蔬菜多而结石吗 那也太荒谬了吧 你担心生西芹草酸高 但是西芹汁又恰恰 是对肾结石和胆结石很有益的食物 所以对于已经患有 肾脏疾病或者曾患的小狗 草酸高的蔬菜我们就给它焯水 不要再额外增加它的肾脏负担 但对于多饮多尿的小狗 没必要把它放在真空环境 这点蔬菜的草酸过不了量 没有什么影响 再说一遍 草酸只会对正患或者曾患 肾脏疾病的小狗带来影响 健康且多饮多尿的小狗 正常摄入蔬菜不会患病 今天小饼干干冻是不是很好看 今日零食三文鱼 小猫吃不开始骨骼 美粉 最后撒上小股香料 美味饭分制作完成 其实很小的 这里有什么东西 有用力的 它是太美味了 很大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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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清第一杀手 没有人敢跟他对视 如果你 这是大清第一杀手 这是大清第一杀手 没有人敢跟他对视 如果你 是 Make it 虎 很厉害 鸡 鸡 嗯 šćg